歡迎光臨跨界大英家 我是盈婷 身邊有沒有遇到一些人呢 人跟車互動的時候 很講求緣分 有些人真的是挺愛車 可是緣分可能沒到那麼久 這車子又沒幾年可能 就賣掉或壞掉了 那有些人呢 其實他車子買來就買了 只是日常使用 可是一不小心 就幹了件驚天地氣鬼神的大事 歡迎現場第一台車 這一台是Perture 206 剛剛突破百萬里程 車況還是非常的好 而現場第二台車呢 九十萬里程 七代的Honda Accord 這個車主現在還在持續用這台車 到底突破百萬里程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這個維護 車子才能這麼好呢 我們今天也聽聽看 他們跟車之間的故事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的達人好朋友們 首先當然要請到愛好老車的 車界老司機楊心如 エディ哥 還有歡迎我們的 車界誠實可靠小郎君 車界的刀大上行男哥 以及接下來熱情掌聲 歡迎給我們這個 Perture 206的車主 突破百萬里程的 廖彥珠 廖大哥 歡迎 大家好 一百萬里程得到這個 中冠軍 我們內體的獅子在這個地方耶 恭喜恭喜 謝謝 好漂亮喔 百萬里程老神手 江湖人稱老神手 漂亮嗎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這是什麼尼克 百萬公里俱樂部的一個證書 達到一個門檻 達到一個門檻 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耶 可是廖大哥我跟他聊 因為他很興奮 我們大概去年製作單位 然後就跟他常常在通電話 有一些朋友往來 然後說 唉唷 快百萬了 我說人喔 車子要用得久 有時候是感情 還有你用得順手 還有這台車 不太找你麻煩 你才有辦法跟他長期的相處 每一台破百萬里程的車 其實背後都有個感人的故事 我記得2017年 那時候我們還特別報導 一台福特的Mondale 那時候是一家人在一起 那感覺也很棒對不對 欣然哥 對 那是一個 邱大哥的故事 那他那個時候是在17年 他的車其實被福特原廠也重視到 特別幫他拍了一個紀錄片 那他算是 那邱先生因為他本來就是住在台北 然後因為他的工作要常常到台北 台東中部 他很習慣就是在家裡放暑假的時候 帶小孩全家去環島 所以各位觀眾可能聽到一百萬 就是覺得是很遙遠的一個距離 但實際把它換算一下 基本上環島的話可以八百三十多圈 如果要以實際的這個案例來算的話 那所以這個二十二年其實不只是 他跑了一百萬公里 也是他跟他的家人 他太太三個小孩 二十多年來的一個回憶 那接下來這一個呢 最近也是很多 我看很多報導 Zinger Zinger破百萬里程 我覺得這也不簡單 但車主他就不是在接送家人 他是工作需求嘛 對 這個Zinger百萬公里的車主 他是一個這個板模承包商 所以他是全省的跑各個地方的工地 那剛好Zinger這個車其實算有點雙用車 那他有講他這個大概一年平均下來 可以跑七萬七八萬公里 那他其實沒有特別在意里程 然後他就是一邊開一邊用 我有問過他這個大概前四十五萬公里 在原廠保養 四十五萬公里在外面保養 然後大概在九十二萬公里的時候 回原廠因為有引擎有一缸有故障 回去修繼續開 然後整體來講 他大概印象中就換了出門轉換器而已 跟輪胎 其他的沒什麼大壞 然後再來就是 很妙齁 就是這個中華也跟他買回這台車 因為覺得還滿有紀念意義 因為破百萬公里的 他不要 他要繼續開 我跟大家講 我們廖大哥跟他的車呢 也有串起家庭 也有串起工作 這台車陪伴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你這台車擁有多久了 我2002年12月2號買的 那是9月出廠 所以到今年的12月2號剛好滿18年 一個高中生 對差不多 這個年紀對不對 哇你那時候買的 所以你是一手車主就一路一直開 對開到現在 不是問題是這台車 它也不是營業用車吧 不是不是 你沒有要跑工地嗎 不用不用 那你這台車平常都幹什麼使用 我是管樂老師嘛 那指揮 當一個指揮就是 你都是一個人開 那有時候今天早上可能在新竹 然後下午可能就是在新北 晚上又跑到可能桃園這樣子 跑來跑去 你是真的會跑來跑去的 對 那每個星期 我還是固定會回虎尾老家兩次 我剛剛說跟車子可以相處很久的時候 是講求緣分 所謂緣分是當初你要買 也是有一些考量對不對 差點買不到 那時候我就是一開始要訂就是 銀藍色的 銀藍的 對 銀藍色 我就喜歡銀藍色 結果那個 約會有跟我講說 現在沒有 要等 等多久不知道 後來好像不到一個禮拜 打電話跟我說 有一個人想要換顏色 就剩那麼一台 也沒得挑 那時候是覺得 那個車很難等 所以我還是 還是選了這一台 結果第二天就一堆問題 放到窟窿的時候會有一些摩擦的聲音 對 後來就回 回廠也回了幾次 好了以後到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一直開一直開這樣子 對對對 那時候回原廠處理一下 要硬硬了之後 就一路 沒有其他東西要修什麼都沒有 沒有沒有修什麼 剛開始會 剛開始新車會 一定會以為自己買到車 對 怎麼會 沒得挑 就剩那麼一台 對 結果沒想要一路陪你到現在 對 變獅子玩 不然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今天 也有一個對獅子潑的研究欄尼克 我們來給他鑑賞一下 對 我們看看他這台206照顧得怎樣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這台車其實廖大哥 不是特別的 像有些人他愛車 會很過度的去保養 或者是過度去改裝 沒有 原汁原味206 XS 當年2002那時候 不就206 是非常流行的一輛車子 那時候賣得很好 非常好 而且那時候就是 一定要等車 所以說廖大哥那時候是說 要等 不意外 那時候最流行是1.4的 1.4自排滿街跑 那手排比較少 因為那時候已經開始 大家已經開始 那一種隨著 我只要開自排車就好 對 開始有這種風氣出來 那所以說那時候 手排車確實整體的數量比較少 那這一個銀色帶有一點藍色 那又是那時候最熱門的顏色 對 銀藍銀藍的 很多人都要這個顏色這樣子 天窗也是那時候1.6有的配備 1.6有的這個標準配備 對 然後那時候因為他這種天窗的設計 跟一般我們傳統看到的天窗不一樣 所以說整個206那時候 整個算是市場銷售的一整個主力 對 那廖哥基本上我看得到的話呢 頂多是這個 這個 對 改 改掉了 整個100萬公里之後 他可能有這些個人的改裝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慶祝百萬里車搭乘 那個是那個 做點裝扮 噴嘴啦 然後再來就是頂多是改一個輪圈 然後還有就我講的其實 不管你是義大利車 法國車 都是被修壞的 都是被修壞 所以說一開始 這種東西有很多案例 就一開始你拿到車的時候 有一些小狀況 回原廠修理 這時候就跟 緣分也很有關係 對 原廠分區一毫 原廠 那我不敢講原廠百分之百會處理好 如果你這個人 跟這輛車有緣分的話 就像廖阿哥這種 你修理個一次兩次三次 可能到了五次之後 不會再有問題了 也有很多這種案例 就不會再有問題 但是也有人修一次兩次三次 修到了十次二十次 車子還是有點修不好 那緣分已盡 你還是換一台車 所以說 車子跟人 有時候就會這樣子 有點像牽手 尤其是 尤其是這種 義大利車跟法國車 這種事情太多 太常見了 對 那你幫忙健常一下 你覺得廖大哥照顧得怎麼樣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一點點的歲月痕跡 這都是歐洲車上面非常正常 而且 因為一百萬公里 有很多都是跑高速公路 所以你會看到它引擎蓋這邊 全部都是一小點 一小點的石頭痕跡 然後甚至 甚至有些是昆蟲的 這些屍體都會在上面 所以說 真的有在開啊 這個就是有在開 非常非常正常的這個使用 包含這個黑色的保管這些 全部都一點一點一點的 有使用痕跡的啦 全部都是高速公路 對對對 照廖大哥的說法 就是用它 沒有什麼特別去處理什麼 他也不找麻煩 這個叫乖巧聽話老婆 放在家裡面 所以說 這種法國車 又有這種神油好看 不會壞 手排車的好處 出來了 手排車就只有機械結構而已 不錯啊 頂多是我剛剛問過 就印象中 因為沒有人會去記這個啦 對 一百萬公里 各位觀眾也可以猜一下 一百萬公里 換了幾次離合器 有換過離合器喔 當然要換過啊 但是又換了幾次 那實際上 手排車 手排車這樣換 不超過五次 超過五次 一百萬公里換離合器而已 不到五次 然後變速箱沒有壞 然後只有換離合器是消耗品 然後那些三寶換一換 就沒了 車子你就真的 我講 車子是機械結構的東西 你只是固定的時間 去做這些保養 真的不會壞 沒有耶 亮大哥 有人買車回去 半夜會起來親他 你知道愛成這樣 你都沒有理他 就這樣子一直開一直開了 都沒有在特別的維護喔 沒有 沒有喔 就一直開 對對對 反正他也沒找麻煩 你就跟他和平共處 對啊對啊 然後就覺得這個車怎麼那麼 哇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很不強求自然的使用 那這台車跟他 可能真的合拍 所以這次也算是自然而然 跟大家說 欸 我車子好像快突破百萬 我自己也沒注意看 99萬多怎麼辦 好多師有非常的受到鼓舞跟激勵 所以大家說 不然我們跟你一起上路開出去 我們一起見證這百萬里程 所以凌晨大家約好喔 我們這叫做不到24小時 叫做24耐 我們就跟亮大哥一起見證這百萬里程 那個重要的時刻 大家好 大家好 要講晚安還是說早安呢 現在的時間精準報時 沒對手錶 我們三點多就出發了 我們在幹嘛呢 我們今天就是通宵幾乎沒有睡覺 但是我們今天的亮大哥呢 他睡得很飽 元氣滿滿的 因為他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是 他已經 反覆的勘景精準的測試 把里程數已經算到一個 那是沒準就對了 好 我們今天要一起見證 我們的台灣第一台 206 他要突破百萬里程 大家從去年開始 那個 廖先生跟我們製作團隊 就已經開始在講 我現在差不多多少 你那個時候 90萬 90 我是92萬的時候 到206群組 然後一直每一萬都上去 然後到99萬的時候 再開始靠招 然後真的是99萬5的時候 才開始正式 因為時間不好抓 太久不好抓 可是真的是這樣聽起來 後面就變得 準備的時間很倉促 可是這件事情已經策劃 像他跟我們的同事 常常在分享 有時候假日 晚上還會通電話 那時候才90萬出頭 那時候才90萬出頭 說我想一想 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想一想應該約在哪 最後他訂出了 整密的計畫 就是今天我們從三重出發 然後呢 就一路殺到了 中部 然後台南 然後再往高雄 再到台東 他已經算到了 因為他已經跑了幾趟 兩趟了 兩趟 他知道這樣加起來 總里程會多少 大概492到94之間 492 對 所以你現在剩下492 就要破百萬了是不是 對 所以就是預計喔 他已經完美的挑選 預計在台東突破百萬里程 我們先來看看喔 這一排206現在里程數多少 來幫我們開一下 999 517 就差到400 那預計從三重出發 所以每一站都會陸續有人加入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越來越多 你們怎麼約啊 就定點喔 都已經約好了 就是等一下會再清水集合 然後有一些中部的在那邊 然後 南部的 中南部的就再往東山那邊集合 東南部然後東山 喔就是 大概都是數十輛數十輛的加入 對對對 然後滾到一兩百 台東會最壯觀 車友以前都認識嗎 其實都不認識 真的喔 完全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大家這麼熱血耶 今天才聯絡半天 這樣跟那個Jimmy 我們聯絡很久 今天第一次見面 喔 你好你好 辛苦辛苦辛苦 就是一起要見證這件 台灣第一次發生的 百萬里程的206 我們來問他們一下好不好 你們是好奇 那個里程票表 你覺得會是多少 你覺得會是多少 對 最後破百萬的時候 你覺得數字會停在多少 01 01 01 啊 你說000001喔 對啊 真的嗎 115比較少 000001喔 因為只有兩公里有什麼差值 喔 我在想會不會00000 或是9999 9999不會不跳嗎 有可能9999不跳啊 不會不跳吧 很多人很好奇啦 我自己也很好奇 會不會最後出來一個什麼 520520 No 法國人 你也不知道 對 之類的 不知道很好奇 所以今天就非常期待了 現在大家已經準備要出發 不要耽誤太久時間 我們的同事已經在台南淡理了 還有台東 台東聽說人會最多 好不好 希望天氣很好 讓我們在下午的時間 那時候正在錄影 下午的時間大概一兩點 對 差不多一兩點 預計 這實在是太強迫症了 我們竟然要算到這麼精神 下午一兩點要突破百萬里程 那我們就來看看那數字多少 大家猜一下 猜中了沒有獎品 有鼓勵 掌聲鼓勵 好 亮大哥加油囉 謝謝 出發囉 這台車我都叫他阿彪 這台車我都叫他阿彪 17多年前我買的時候 就跟他說了 你不氣我我不氣你 好久嗎 看到這麼多多久 我都已經在高度東上面 來救手了 到現在他也沒有讓我失望 那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買他沒多久 就結婚了 然後老婆懷孕的時候 羊水破了 也是用我這台車安全的 把老婆載到醫院 這是我最難忘的 我車站不多久 我一直站在家 也沒有說 很多人也跟我說 原廠哪一天 送你一台新的 你會不會換 其實我這邊講 我對新車 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為新車 我覺得開個幾個月 可能就沒感覺了 那我這個阿彪 是很耐操的 剩下最後的三公里 我來這邊 來了第二次了 那其實車隊這麼長 其實滿有壓力的 不過我看我的落點還不錯 應該會在我預定的範圍裡面 大家都可以安全到達 這兩公里 好正式宣布 老生手的愛車阿彪正式破百 謝謝大家 好 完美的落點 我送一口氣了 我送一口氣了 幫你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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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再來一個一百萬 你有辦法 看來看來看 恭喜獲得歸零 請抽一抽一 大家對 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不知道會不會歸零 一定都很好奇 連我自己都很好奇 開了快十八年 今天終於知道真相了 是卡在九九九九九九 然後今天 很高興 這麼多的師兄弟姐妹 都來幫我慶祝 幫我見證 真的很高興 真的謝謝大家 來 明星掌聲鼓勵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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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不是perjoke車友 但我們家裡頭之前 是有一台206 雖然跟我們緣分 沒有像你們那麼久 但是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雖然 我跟同事是分批去參與的 像出發前我也在現場 我看到很多的私友 很熱血 一大早凌晨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 準備一起從台北出發 前往中部 然後接著我就walkie talkie 不斷地聽到中南部那邊的車友 慢慢地進來之後 然後那個很亢奮的過程 你就全程參與 會覺得好想殺到現場 跟你們一起共襄盛舉 那天其實滿感動的對不對 第一句話 我覺得第一次的感動 是有師友就講說 我真的好久沒看到 這麼多獅子在路上走 那時候心情很激動 對 因為尤其是他們就說 怎麼被那麼多獅子包圍 好恐怖喔 怎麼會有恐怖的感覺 很久沒有遇到這麼多獅子了 對 而且其實還滿多車 就是前一天都沒有睡好 因為大家太亢奮了 太亢奮了 尤其是我 我才睡兩個小時 對 十七妹算是這次的主辦 因為最後再揪大家參與的時間 並沒有那麼長 可是好像大家非常踴躍對不對 一開始是由我們廖大哥跟立哥 他們兩位 所以本來是只有他們兩個要 還台的破百萬活動 那我本來也只是想要去參與 當其中一台 對 然後沒想到 說兩三台這樣大家好朋友就好了 對 然後沒想到就是後來是因為 我2016年有辦過大會司 然後所以就被拱出來說 來來來 十七妹來趕快幫忙 對 來一次大會司這樣 對 我跟大家講那天 206一共出來了一百多台 將近快兩百 快兩百台 對 真的 然後非206的Perjue的車主 又再加差不多一百 所以有三百台的 對 近三百 真的喔 大家聚在一起 對 有沒有讓你印象很深刻這裡面 有 其實 像我們這次的活動 總共 就是將近三百人來參與 然後其中最年輕的大概是 八十七年次 八十七年次 那大概跟我年紀差不多 哈哈哈哈哈哈 看著是吧 看著是吧 那麼年輕 他也加入就對了 對 然後 最年長的是五十三年次 五十三年次的 對 而且其中有一個阿伯 是從花蓮來台東跟我們會合 對 然後 就是一來的時候就很熱情的跟我打招呼 這樣子 然後跟我介紹 我是KC阿伯 因為你們都是在社群 在網路上互動 但你們根本 現實生活中不認識 這種感覺就是很 很暖心對不對 其實我們裡面有一些車友啊 像條馬哥對不對 你們家是那個 Purgeo愛好者喔 對啊 我爸是開 309 1.6 然後我自己開 309 GTI跟405買16 然後現在就買一台 206CC給兒子 當上學的代步車 你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Purgeo的車 其實這是一個回憶 那我希望就是 家人都可以在Purgeo裡面度過 那爸爸今年過時 對 但是就是 就今年新職 所以爸爸的309還留著 所以你還會繼續開他 還會 然後再留給兒子 對對對 現在講到都很激動 對 因為車子就串起家人間 你會想到過去那個互動 跟用車的過程 對 尤其從小就在車子裡面 跟著爸爸繞出去到處玩 那就是一個回憶 所以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暖心的 就是我們用車 有時候只是在 覺得只是移動 但是這個車子跟我們是 像家人了 他就是我們家的一份子 對 所以我們車子有名字 你們車子有取名喔 對對對 爸爸那一台叫什麼 爸爸是小黑啊 小黑 對對對 他兒子那一台比較抓的 帕齊拉號 帕齊拉號 從小就快說帕齊拉 要開敞篷這樣 對對對 這很可愛的故事耶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我覺得真的 大家在默默之中 就有點像幹了一件大事 謝謝謝謝 那我們在看六大哥這台車呢 雖然他沒有帕齊拉的目的 但他有賺起家人情感的目的 所以尼克內裝 我覺得他也顧得還算不錯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他的內裝啊 是 也真的是跟 神機般的一個存在 其實就像之前 我們在介紹一些 中古車子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是他的 這個座椅啊 那他的座椅 真的是完全的 沒有什麼很明顯的 什麼斑駁的痕跡啊 然後那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流行的皮翼啊 那時候是熔布座椅 所以說原廠的花紋 如果以我們聽到 是這樣子顧車子 就一直在使用它 沒有特別去照顧的話 不一樣也沒有破 也真的是很神奇啊 蠻神的 對啊 就是原廠的花紋 然後按照原廠的這個 斑駁的顏色這樣 稍微退化這樣子 稍微暗一點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整個內裝 就是一樣跟外觀 事實上是一模一樣 就是有使用的痕跡 當然啦 最感動的當然是 坐進去的時候 你就看著你的里程表 怎麼不會叮噹 他就已經 因為已經過了 一百萬公里 就停在9999 所以真的是 很特別的一個感受 不管怎麼樣 你以後繼續開 就999999 這樣開上路 有沒有什麼疑慮啊 我們剛剛其實有 特別開亮大哥的車錄影情 我真的大開眼界 第一次看到六個9999 那其實說到這個儀表的部分 大家可能會以為 這樣到底之後 其實大哥已經還是繼續在開了 他現在其實在等總代理 保家來幫他做換儀表的動作 因為這種數位的液晶儀表 我們原本我也是 因為我們很少遇到這樣的時候 然後我們特別跟Eddie 尼克來聊才說 真的遇過採訪的時候 其實有幾種狀況 如果是這種數位液晶的話 大多數都是停在這個數字 它不會歸零 然後你就必須要去原廠做更換儀表的動作 那可能這時候觀眾會好險 那這樣會不會有法規啊 這種欺騙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至於那麼嚴重 其實當你在買賣的時候 還是要據實以告 但話說回來 應該沒有人會再去買一個 99萬多的車來開了吧 只有原廠 把它作為一個古董來收購 這樣的立場 但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現場也有一台車 即將要滿百萬 現在是90萬里程 這台Accord 它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 等一下繼續討論囉 歡迎回來 車子怎麼跟自己能夠走得長長久久 有時候跟這個車主怎麼照護它是有關係的 像現在這一台 7代的Accord 其實車況很好 而且還是在持續的用它 90萬里程了 而且重點是它都回原廠保養 對 沒錯 到現在都過那個原廠保固 它還在原廠保養 對 適合原廠 真的喔 來 我們看齁 這是一個原廠的那個保養的App 它都有一些時間 里程 一路下去 那我們有一個最新的一張 好厚一疊喔 對 它是把全部都印出來 有下一個驗車時間 還有下次訂保的公里里程 9月21號 對 所以目前是這個91萬 差不多91萬公里左右 今年年底的那個驗車到期 12月28 對對對 那相信很快就會破百萬 那這個有特別的地方就是 因為經過原廠的這些資料協助嘛 我們發現說在原廠保養的車 這是一個代表 因為它的引擎跟變速箱都很完整 都沒有故障 當然是消化性的 我們講壓縮機 發電機 避震器 還有一些排氣管 這個有經過更換 那其他的部分都維持著良好的狀況 那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會有一些電子性很故障 這車也沒有 所以很特別 好厲害喔 但是大家在百萬公里的車都會發現一個 引擎蓋上 就是有很多的這個石頭打的點 對 這是選配 不用花錢 常常開就有 對 比如說你跑遠了 然後你因為你正常開嘛 你不是太機會 就前車子石頭打到你 你也正常開 那這個車主很 它是應該說它是正常使用 它是跑業務性質 然後它也很特別 因為HONDA其實出很多新車 但它不喜歡休旅車 所以它沒有換 我們都覺得很厲害的CRV 對 沒有CRV 它要等等十一代的喜美 它要等十一代喜美喔 所以在十一代喜美來之前 一定會破百萬 對吧 因為這樣照算嘛 對 它還有一點時間 它還要跑嘛對不對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它引擎室內 引擎室內 應該照理說都回原廠的話 想必它裡面的狀況是很好 因為一直都有在整理 有 都有在整理 沒有啦 就是果然就是 有歲月的痕跡 就是它就是一般使用者 還好啦 沒有數十年的灰 摸起來沒什麼 沒有 應該說回原廠 其實大部分都會基本清潔 稍微清潔一下 對 所以其實看起來都很 都很照標準在走 對 那我覺得比較難的是說 因為這個車製造的品質 還有在原廠的保養之下 某一些原廠的油品 它做得還不錯 所以它對於耐久性 有一些不錯的效果 但是這也不是說 原廠有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而且它不用麻煩 它的原廠換就好 如果你自己顧車 在外面有地方 也是一樣去保養 它一樣車況也會顧得好 關鍵是你要願意顧車 一定要顧車 車子才能夠陪你走得久 是 這一看就是有在整理 有在顧的 那這個我們看到的是 它的引擎心臟 既然這麼健康 當然可以繼續跑 那另外那個 就是駕駛座 我們有看嘛 大概駕駛座的 乙型泡棉 有在用車 乙型泡棉都正常 它就是乙面歸裂 因為你用皮椅嘛 就是你輕輕出出 就是會有一點裂痕 它真的是均裂的 其實複架也是啦 均裂的蠻多的 對就是正常使用 撩魂太多 但是我們看 第一個看這個 第二個看其實在泡棉沒有它 泡棉沒有它 泡棉沒有它 其實做起來其實就還好 它只是表面 對它泡棉其實沒有它 它是很挺喔 對所以其實泡棉的支撐還夠 主要就是乙面不漂亮而已 但是對於使用性來講 沒有什麼影響 有在使用 有在接觸的那個面 像是排榔頭這個地方 都是有點小均裂 當然就是操作嘛 它就會有一些耗損 對多少耗損 可是其他的像鍍刻劍什麼 看起來超新的 對這真的很妙 其實蠻厲害的 它沒有換對不對 對它沒有換 然後因為當年的 算是7代亞扣到現在 你看它的型也還是OK的 不會顯說 你現在怎麼還開這麼LKK的車出去 還好啦我覺得是2000年後的車子 所以造型方面還OK 我覺得主要車主其實也不在乎啦 車主是自己開的方便 然後車子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比較其實佩服的是 要90萬公里引擎變速箱 都沒有維修過 那真的厲害 所以這個真的厲害了 對這個車子的品質 是真的很強的 那廖大哥你自己的那一台呢 你自己平常是怎麼去保養它的呢 平常我都是1萬公里保養一次 1萬公里保養一次喔 新車到現在就是1萬公里保養一次 所以說實在你也是很貴機的耶 時間到了一定會保養一下這樣 對對對 所以那你有沒有特別做什麼 也沒有 我只是看像現在引擎是會吃雞油 我大概兩三天一定會尋一次 對那水箱這些東西 它也沒有說特別去保養 因為我也不是很懂車 對因為剛剛廖大哥連他車子 只是206的XS 他也不知道 XS是啥 他變我現在的XS 然後是手排車這樣子 那你機油特別選什麼厲害的機油 其實也沒有耶 我就是在大輪發 多次大輪發買 然後甚至 看哪個特價的買哪個 對哪個特價我真的是買哪一個 真的喔 真的真的 這麼不挑喔 真的 因為我不大腳 型號應該還是有一樣啦 有對到型號啦 不要錯這樣子 其實也沒有 蛤 有時候10W40 有時候20W50 那你的車子就這樣子 吃混搭油 吃到現在 滑跳跳耶 真的 我就是真的隨便加而已 因為我也不大腳去踩 你沒有去大腳油門 對 沒有去亂操他 對也沒有亂操他 就順順的 真的喔 那其他的 大家有些人 老車有時候要維護什麼 你都沒有特別做 沒有耶 唉唷 水箱啊 引擎沒有過熱都覺得還好啊 真的喔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高速公路跑 這是一個重點 這個真的是很妙耶 他這個 這樣的用車習慣 反而車子好像看起來 滑跳跳耶 在高速公路如果你是 正常的速度行駛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引擎都在低負載 你大概都是在 大概不到2000轉左右 這樣的話 事實上你的引擎 並不是在高負載的狀況之下 那你有長里程駕駛的時候 再加上你車子是動態的 所以說反而是 如果說同一輛車 然後同樣的里程 你跑市區 跟跑高速公路的車子 你過一段時間再去開 兩輛是完全不同的一輛車子 那個就是車況的一個差別 所以說有的時候 里程高不代表他車況就不好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我覺得廖哥還有一個重點 他都回到固定的保養的地方 所以說基本上 今天負責在維修的這些技師 不管是民間或者是原廠 只要你是固定同一個技師 在修同一台車 那他們可能反而比廖哥 熟悉這輛車 現在的車況或是說 接下來有什麼東西可能快要壞掉 甚至像之前他曾經有發生過 這個所謂油門踏板 油門踏板這種是這個 這個叫做鋼繩式的 鋼繩式也是 遇到一點 車子好像有點怪怪的 進去檢查的時候 鋼繩剩下最後一條 那一般人不會知道 但是那個技師在修的時候 怎麼變這樣子 那趕快把你換新 有時候這種車子 真的沒有那麼垂 就是說你一萬或一萬一 回去其實不會這樣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 你一萬公里回去保養 那我一萬一再回去車會不會壞掉 其實也沒有差那麼多 就這樣廖哥剛剛 我聽到是有點嚇到啦 機油隨便加 今天想加這個就是這樣 哪個便宜加哪個 那個東西只是驗證了一個叫做 因為他都是在低負載 高速公路低負載 所以沒問題 你今天如果是市區 尤其是比如說計程車 千萬不要找自己開玩笑 甚至你的保養里程都要提前 因為你車輛機械的這個 運轉的這個環境條件不一樣 就會造成你保養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不是說 叫大哥的方法一定對 保證你車子可以開到百萬里程 但是你自己平常是照顧車子的方式 還是很重要對不對 像這一台HONDA ARCO 它也是常在高速行駛 高速公路上 是不是這樣子車子會比較健康 是 其實我們剛有聽到 叫大哥的保養 雖然有些觀念有稍微顛覆 我們過去的保養的想法 但我覺得基本上 你嚇到大家對不對 還是有聽到它的一些Keyword 就是它有定時 一萬公里保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念 那其實機油的選擇 我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 不要過度去迷信這個名牌 或是什麼 只要不要買到黑心的假油 其實基本上像剛剛聊到 它在賣場 我想說來路很清楚的一個產品 只要定時搬上 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然後再來剛剛也聊到 可能翻號的 它也顛覆了我們 它沒有針對這個引擎去選 它適合的翻號 可能會跳來跳去 那剛剛尼克也分析過 因為它始於比較純代步 它也不會去要求說 高轉速要拉轉怎麼樣 當然車都還是可以這樣的使用 那其實就像我們講 就是大家可以說 它比較不會大腳 那它基本上是手排 我相信它就跑高速公路 不要拉轉速 那其實也常常蠻多觀眾問 我們大腳有沒有 到底會不會上車 我覺得現在車不至於那麼脆弱 應該說看你大腳的情況 是什麼樣的情況像大腳 如果你正常高速公路大腳 尤其是大家都自排車 它不會讓你超轉 只是換檔而已 其實對這不會太大傷 輕點機碳而已 對 你不要去惡劣用手排 然後讓它超轉 或是你在轉彎的情況下 方向盤打死的情況下 還要急起步 那對底盤的結構會很傷之外 其實養成一些正確的觀念的話 其實我覺得車是蠻耐用的 對 說實在很多人 都會有這個一樣的疑問 就像今天現場兩台車 你說手排Perjue呢 跟我們這個算是 自排的變速喜美 是不是在維護跟保護上 省錢程度也不太一樣 手排自排有差 手排的機械結構比較單純 那應該來講 它的料件也應該說比較便宜 相對來說 那自排箱 自排用箱翻修有翻修包 它有一個翻修的一些 組合的零件 這個也還行 那嚴格講呢 就是說其實手排是真的比較省 無論是各方面 但是因為現在手排的車 其實相當稀少 只是歐洲還比較多 所以這些零件其實歐洲都存在 你要買手排變速箱的維修相關的 維修包或者是便宜箱的這個三寶 都很容易 而且單價其實真的就不貴 但是因為台灣 我們就講回來 新車賣手排真的少 都是自排 那自排就是要面臨一個 高里程以後 它的這個魔號 所以都會要進入一個翻修的階段 但是我就是特別就是說 這台也在雅閣很特別 它是用原廠的這個油 那我另外補充一個 根據一些調查 就是原廠的油品 其實在針對這個所謂的 我們這個變速箱有墊片 然後它至於墊片的 墊片出到油的浸潤 它會開始有點腐蝕 開始用它就會有 可是這個原廠的機油 或是變速箱油 都會針對這個原廠的 車子的結構墊片 做這個防腐蝕 抗腐蝕的測試 真的 所以送原廠油有一定的條件 是原廠還會再做一次 自己的標準的驗證 所以有些機油有這個所謂 服飾認證 有賓飾認證 有認證 都是有經過相關的幾件 繼續磨合的認證 但是大家一般都開不到那麼久 對啊 所以開開就賣了 所以這個認證不認證 對於開三年就賣的人 沒有什麼意義 當然我們講回來 這台車是一個例子 就是它是個自排 照說比較脆弱 91萬公里 照說變速箱 以我的觀念大概20萬 30萬就是要翻修了 沒有不用 還是正常 所以有一點 也是我們去研究說 這個所謂原廠的自排油 有一定的 應該說讓原廠的自排變速箱 對可以讓原廠的自排變速箱 運作的更好 更不容易耗損或毀損 所以這是一個印證 所以當乖乖乖 也有乖乖乖的好處 這個是一個好的例子 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因為車都沒敗 然後原廠把你把關好了 就是說實在是這樣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手頭上一個數據 交通部的資料說 今年二月的統計 全國的車輛 車齡15年以上的車輛 是261萬台 就是路上如果有三台車 就有一台是車齡15年以上的老車 所以我們就要想說 那這種老車 我們平常在維護保養上面 是不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怕的是危險 對不對 新大哥 我覺得其實不管新車老車 我們還是做一個結論 老話一句 還是就是定期的去照顧它 然後定期 尤其是老車特別需要定期去檢查 就像廖大哥講 他每兩三天去尋一下 他就是有檢查 水箱 機油的狀況 那老車其實難免是會這樣吃機油 廖大哥也有聊 他的車其實也是會有吃機油的問題 那就是定時再去添加 然後到了保養的時候再做一個檢查 那可能一般人比較沒有機會 每天都在尋車子 而且底盤有些地方是尋不到 那我是建議大家如果在保養的時候 或是在輪胎要檢查的時候 車頂起來的時候 多尋一下底盤的部分 那如果有一些漏油的部分 也是盡早做一個更換或太久換性整理的話 會避免日後會有什麼更大的狀況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嚇死人了 這台電動車破百萬里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車子如果夠耐久 而且比較不會找麻煩的話 通常你願意持有時間比較長 我們看看國外的統計資料 你會發現果然雙田就榜上有名了 大家通常不太會買 但是我在裡面看到一個BMW3系列 利哥這個調查還蠻特別的 對 這個調查是說 這個平均持有時間 就是你持有以後換掉的時間 那這個第一名的Avalon 是9.7年才換車 那我們講的三系列是9.5年 另外就是 Camry 9.5年 還有現場這個雅歌 它是9.4年 我們來平均講一下 就是應該說持有有幾個背景 就是說它 譬如說在美國的話 這個雅歌大概連續得到 美國Curion Driver雜誌的 10 Best Car 大概有20年 所以它的各代都是推薦的 推薦有一些理由 就第一個它經濟 第二個它這個可能也不太損壞 就對於消費者來講是一個 好車的定義就是 不要讓你多花錢 對 所以它有這個優勢 所以大家才會用得久 第二個是 我們看這些排名有分析 就是譬如說三系列 那三系列我想是 買的人覺得 買BMW也不太容易 所以他買了他持有 他願意多花一些錢 來維修跟保養 對 花那麼多錢 買了BMW的回來 動不動就換車 這都是錢 對 他覺得長期持有 可能是他的一個 比較經濟的 反正因為買車一定有折舊 對 所以他就一直長期持有 反而其實可能比較少 花到買新車折舊的錢 第三個我們看到 西美或COROLA 這個就是應該說 國民 應該說國民車的 國民房車 對 它有很長的歷史 就是它是應該說 它是這個 應該說在家庭中 如果這個家庭收支 沒有太高 這種國民車 其實是一個好的陪伴 就是它一樣 它是排氣量稅金省 再來就是 它是國民車大量做 它的這個一些使用一樣 就是零件便宜 你養得起 那也許家庭裡面 還有別的預算 在做別的事情 也許房貸 也許旅遊的預算 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車子 很恰如其分的 在它的位階中 做好一個家庭乘用車的角色 所以它不需要這麼長換掉 對 所以其實每個車都有每個車 不同的背後的原因 但是長期持有一定有個關鍵 就是它其實比較少故障 三系列我們先打一個問號 因為在國內 歐洲車三系列 不太確定是這個理由 那有可能是持有的人 因為我們讀過一個 讀過一個數據 就在美國願意持有 持有BMW 比別的品牌都願意多回廠一次 有這個忍耐力 比如說大家只能限制 回去一次 我就不高興了 我就要抗議了 BMW可以兩次 這是一個品牌的魅力 它就跟 特斯拉其實也類似啦 就是它也不方便 但是 我不在乎它的不方便 我也不在乎組裝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 它會影響出這個素質 我覺得有一些消費者 特定的想法跟做法 那在這個表上 我們是這樣子解讀 對好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都是油車嘛 那算是近代電動車 才崛起的 這個人是怎麼開的 就給他這樣突破百萬里程啊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例子也是算 我可以直接講算個案 因為這個車主 我覺得它也是有個挑戰者精神 挑戰者精神 當然它是一個標準 我可以直接講 它是標準 Elon Musk的信徒 所以說它今天去買 2014年去買了一輛Tesla之後呢 它的目的就是 我就是要開它 當然我們都知道電動車 在這個過渡時期的時候 電動車會改變人的這個生活 跟使用車的方式 對 那他們就是從2014年 就帶了他的老婆 就這樣開始開這輛車 然後竟然2014到現在才 這樣六年多的時間 六年 太誇張了耶 已經達成了一百萬公里 廖大哥 你接下來 下一個百萬 六年好不好 六年就已經很難了 很難了 很難了 台灣比較小一點啊 六年就已經達到了 而且說實在的 我也要跟Eddie哥一樣 他其實也沒換成東西 真的嗎 就是遇到問題 然後才去維修 然後電池壞了再去換 不是因為我手機iPhone 我有時候看劇 看一個小時就燒到 已經快要修起來了 那電動車一直這樣開呢 有沒有什麼電池上的疑慮 也滿不知道的 沒有就是壞掉就換嘛 因為車子 不管今天是Tesla還是 還是都一樣 我覺得都一樣 今天就是東西壞了 因為他畢竟還是有些基建的東西 對 壞掉就是換 因為說實在的Tesla Tesla 這我們的認知 在我 講我個人 我個人的認知裡面 他就是一個交通載具這樣子而已 但是今天你說他到底耐不耐用 說實在沒有 沒跑過你真的不能說他不耐用 對 但是這個例子的話 這Tesla應該是蠻耐用的 對 但是一樣嘛 就是在台灣 台灣聽過的這些例子 因為車主也有 就我剛剛講 車跟車有時候 使用條件環境不一樣 對啦 車子的條件狀況好像也 沒有像這輛這麼美好 但是他一樣就是 所謂的他一樣都達到百萬公里 而且他還有邀請經濟事業紀錄的 這個單位 去為他做一個見證 然後人家也確實認同了這件事 就是說 我這邊補充你一課 就是說 電動車也要有一個觀念 電動車不能夠 對 電動車或者是這個 只要跟電動有相關的車呢 其實都需要 因為他有一個電池管理系統 會負責管理電池的 用電耗電的運作 另外是你在回充的時候 或者是插電充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充電的平衡在運作 當然現在的傳統車廠也上來了啦 但是他們也有一些使用方法 但這使用方法 其實跟油車其實有一點一樣 就是他有一點 需要遵守使用的原則 例如充電 他都不太建議充到百分之百 他會設定充到多少 然後在多少時間要充到多少 也不建議所謂超充急充 就是不跟油車一樣 很多規矩 跟我們手機在看劇一樣 對 所以關鍵是說 你要考慮到你的用車習慣 這個六年百萬公里 他一定是 這不要講定天天開 天天開的時候 這電池對於重新管理 充放電的這一個管理 機制他會重新看 然後當然有電池故障的時候 美國是產地嘛 他很容易更換東西嘛 而且他的服務能量 應該是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回正常回原廠保養 正常的使用電動車 而且是每天用 對 也是造成這個 可以百萬公里的一個關鍵 對 你有時候有人出差 一個禮拜不開 對 那你可能就有一點不正常 也許 對 所以這個就是電動車一個 電動車或者是油電車 他都希望天天開 天天充放電 然後而不是我只有六日開 喔 機械化的管理你的行程 這輛百萬Tesla 這一百萬公里 大家都很關心的電池 對 換過三次 換了三次 才換了三次 跟 一樣又顛覆我們的一些想像 對 電池可以用那麼久 但是 同樣的也就是 有的電池二十幾萬公里 嗯 然後又有一顆電池 用到三十幾萬公里 將近四十萬公里 就是 里程都不一定 就是看你真的是要看你使用的狀況 還有我覺得一樣 就是電池有良率的問題 對 結果買電池盤你都充飽多少 那個其實實測還是有一點高低差 所以他用多量的電池來組成一個 一個一個 應該說他的電池 對小顆電池組合 那一樣 就這一批生產的 跟下一批生產的 有可能那個公差百分比 或者是回充的能量沒有 他是達標 對 但達標不是百分之百喔 他達標一定是可能能充到九十八 或九十五他就OK了 對 他不是每顆電池都要充到百分之百 才算平管過 對 那所有的東西公差累積在一起 大家都是九十五的在一起 就變成這整顆九十五 如果大家九十八在一起 整顆就九十八 所以就是 所有的公差都聚集在一起 就變成檸檬車 對 就會變成好像運氣不太好 公差平均分散 就大家就還好 如果公差全部集合在一起 你就是 就雷風看就不行不好 太Bingo了 一下就全中了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感覺大家開玩笑 可是真的跟人品有關的感覺 廖大哥人品不錯 車子都沒有出什麼問題 就是一開始有一點點硬硬而已 那這車子會繼續開嗎 繼續下去 繼續 真的要再拚另外二百萬 六年的時間嗎 六年的時間 跟車子要拚了 很難 真的很難 我覺得不刻意 但是會正常開 這樣就夠了 正常開 如果有人要跟你買你OK嗎 應該不會吧 那個載了滿滿的回憶 從女兒生下來到現在都高一了 對然後再 現在載阿嬤父母這樣子 而且是每個禮拜的四 對 習慣了 對 而且像後面載阿嬤用輪椅什麼 都覺得還滿剛好的 這放輪椅OK耶 對對對 所以還滿習慣的 因為老婆養水破也是開這一台 載下去醫院 對對對 真的 當然不要賣啦 這個女兒是在這台車上面 等於在這裡出生了 OK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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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